现在要放狠话的 还有美国海岸防卫队 说什么呢 根据双边协议 美国的海岸防卫队官员 在巴纽海域巡逻时 有权利在没有巴纽官员 随行的状况之下 登上涉嫌在巴纽专属经济区 从事非法活动的外国船只 真的吗 可以吗 可能是针对海盗 他是暗指中国吧 我才不相信他敢把 中国的货轮三轮挡下来 怎么可能 他说在经济海域对于渔船 对 渔船 他就是非法鼓鱼的渔船 对 但问题他没有管辖权 他哪有管辖权 等于是巴纽默许他这样 授权 不行 那个不能够这样授权 必须要有巴纽的官员在场 对了 要在船上 对要在船上 如果没有巴纽的官员在船上 是不可以的 对 所以他现在只是讲 但是真的做不出来 就是不可能 因为一定会有巴纽的官员随行 就对了 因为如果美国这样违法的话 中国大陆的渔船 在当地的渔船 全部把美国的海岸学安全 全部把它围住 用几百艘 把它围得实实的 巴纽那个海域 中国的渔船围不起来 不够大的 不够多 太远 不够多 太远 你看他都可以在马路加海峡去 查扣伊朗的游轮了 但是我跟你说 中国大陆的渔民可以做一件事了 把那个网在他的周边 给他扫上去 那海域太远 这个过去也 没有 中国大陆过去也曾经做过这样做 就是说你的海岸巡逻船 因为它是螺旋桨的嘛 然后你要来 那我不给你 那我就把整个流网 就给你扫上去 然后让你的螺旋桨去 靠近中国的海域 比较容易做了 那么那个实在是 一两千公里外了 没有我是说渔网 不是一两千公里 大概4千公里 4千公里 很难 所以你看去年 其实美国海岸警卫队在白领海巡逻 当时发现七艘中国跟俄国的舰船 在阿拉斯加阿留森群岛附近排两航 航行 结果呢 还调来一架C13栋的大力神运输机 金博尔号船员还用无线电向俄国跟中国舰船发出警告 就是说海岸警卫队好像很神啊 美国的海岸警卫队 不 空中力量比较有用 随时在那里警告 对不对 不 船的力量有限 自由航行还警告什么 不啦 就看它要执行到什么程度 不 它有用空军把伊朗出去的邮轮给挡下来 好 来 那亮哥 那现在美国人自己怎么看 美国的军人 还有美国的国会议员 当然是美下鱼矿啊 来 盖洛普的民调在这里 对于美军信心持续下降 只有六成受访者表示对美军有信心 这是二十多年来的新低 对媒体 司法 企业信心都不到百分之二十 而对国会的信心更只剩百分之八耶 百分之八是个位数耶 是因为他们都老龄化了吗 20年前 2003年就是伊拉克战争嘛 那这个当然就反映出 美国对很多目标 要执行军事行动难度越来越高啦 比如说你怎么不去打伊朗啊 你怎么不去打北韩啊 那跟不要说打中国了啦 就它投鼠机器越来越多啦 那美国如果连美军都使不上力 那统治世界的工具大概就 终极手段就没了啦 因为美元跟那个媒体又能怎样 对不对 美军就是美国最有效的手段嘛 那在伊拉克战争那个时候 百分之九十的人相信是绝对没问题 那时候俄罗斯才有瓦解 对不对 全世界就只有塔兰波万嘛 是啊那而且现在你看 对于这个自己的国会信心 只剩百分之八 蔡委员是因为他们都太高龄了吗 这个美国总统你看80 参选人海利建议 81岁的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 就是那天突然讲话就停到一半 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应该辞职 他81岁 拜登自己80岁 佩洛西83岁 还有一位是范士丹90岁 有许奇啊 美国曾经有参议员100多岁 对 没有错 这个美国这个国家 虽然是个年轻的国家 可是国会的制度 使得他很多 那个年纪越滋生越容易连任 因为很怪的一个体制 那对于这些年轻一辈 他当然想造反嘛 所以他有这样提的议案 不过我不论他改变得了 因为这个美国这个制度太特殊 举个例 他众议员两年选一次 在有很多不是特别的那种 外来移民很多的地区 选民结构是不太改变 而且回去投票都年纪很大的 沙特要办有关俄乌战争的会 时间已经定好了 就是5号6号这两天 然后要邀请30个国家 美国的政府据说是 由 Jake Sullivan 来代表参加 苏利文要去 克里姆林宫这边说 要更深入了解这会议召开的目的 可是人家说 根本没有要俄罗斯去出席这场会议 亮哥 这个不会有结果啦 事实上真的能影响乌克兰的就是美国嘛 他能够让俄罗斯让步的就是中国嘛 那这个到底是沙国在主导 还是美国在主导啊 我觉得不太可能是美国啦 不过如果苏利文要去 就比较有意思啦 因为美国跟这个沙特阿拉伯 还是有一些军事上的关系嘛 那也许他就是要发表 因为坦白说啦 中东就在 我们说这个欧亚过来就中东了嘛 那也是整个连成一块啦 就是上合组织就连成一块 所以我觉得大概就是他也想要主导一些议题啦 这有时候土耳其会跳出来啊 法国会跳出来啊 那现在他也要表示我对这个问题很关心啦 可是不会有结果啦 这个问题真的就只有中国跟美国能解决啦 那那现在苏利文说他要去的话 那也没用啊 中国不在啊 中国不去的话呢 对不对 那沙特办这个会议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对不对 对啊 就这两天谈俄乌战争 是要秀肌肉嘛 我觉得对于沙特来说的话 因为他这是延续前段时间在北欧 所办的第一次的这个合力峰会 六月吧 好像是在丹麦是不是 所以这次是第二次 那上一次中国也没有参加 这一次我估计也不会有参加 那当初为什么美国会主张由沙特来 沙特来办的话 当然会提高沙特的影响力 跟垫高他的这个在区域间的领袖的地位 而且呢也变成有点筹码 可以跟俄罗斯来斡旋 因为现在土耳其已经不能够再介入 跟做俄乌的调和的工作 或是黑海的调和工作 原来土耳其有这个资格 那土耳其后来倒下美国以后就没有这个资格了 现在就由这个沙特来做 可是沙特不那个中国大陆不会去 是因为你俄罗斯缺席的话 那去了俄国不去 那你中国去 那如果说他们迎变岛 对 说要那个支持乌克兰 那中国如果拒绝 那中国不是得罪乌克兰 这个刚刚老师说 中国大陆应该不会再派代表去参加这场会议 而且真正的国际谈判啊 参与的国都非常少啦 怎么可能搞成论坛 这学术研讨会一样 二人这样搞的 两天嘛 这个在造势啦 为和平造势 而且有一点呢 说在帮泽兰斯基的和平方案做宣传工作 美国方面有这个需要 因为现在俄乌战争很明显的乌克兰从落势嘛 所以需要帮泽兰斯基 打打气啦 要不然资兰斯基就一副快挂掉的样子 也是很可怜啦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 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 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您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没有负担 美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我的推荐码 CTI 798 CTI 798有额外的折扣哦